老花衣免费寄养 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礼物 寄什么礼物 不是 老花衣很清廉的 这是花友寄过来的一个桂花 咱们打开看一下 养的怎么样了 他说养的快不行了 咱们继续挑战花友们寄什么花 就帮他救救救救 救不活什么花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这个桂花我觉得这样和稀奇了 怎么死的 我都我觉得就不用猜都知道是水大 欧根欧死的 我跟你说 养花技术好的人用破棉库都能养 知道吧 人家平时想让你用破棉库养一起 啊 你用破棉库一样 盆花给我们 这个没办法 该用的都用了 也用了咱们的土 你扔到那个通道里边吧 能不能活就全看天命了 不就进人试听天命吗 那还能怎么 这个家伙是不是还用肥料呢 我感觉他 啊 用肥里边 他是不是用肥料了 没用肥料没用肥 那咋办咱是办不了啥呀 就只能等啊 只能等着啊 没办法 没死咱也没办法只能看呢 就完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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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视频就完事了 他按照我的操作方法来的 只不过 只不过他他他他他这个还没有反应过来的 着急了就寄过了 给点光照 这种实际可以给点光照 不要强光暴赛 完全看他自我的一个萌业能力了 来点夜郎给他喷一喷 你配好了 你没得讲了 配完了啊 配完了配完了配 没别的办法多配一配 这个水也不用浇了 他这已经够湿的了 能不能活了吧 进人事听天命吧 没别的办法 快要长毛快要烂了 这个活了这个活了 咱们这个助理红帽一个切四个 你记得 你这个要忘了 头都给你拧下来 哎小灰 你看这四个活了 应该是有一个要挂了 这个就改了 咱们家缺光 养月季养不活的 没有光照月季很难养活他的 你别跟我扯什么什么果子阳台啊 我不听 没光照养月季 这玩意就跟没钱你还想娶媳妇一个道理 你以为你是我结婚那时候 欠十几万还能娶上媳妇 这个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趋于稳定了 就是前两天花有寄过来的这个黄羊 大家可以看到修剪完之后呢 也不断的再长一些个新叶 也是在恢复生机 然后叶子有一点晒伤 你看全部看的呗 就你知道为什么晒伤吗 因为他之前啊 他这个叶子 他一直是在室内长出来的 就是猛然一晒这个太阳 他还是有点小晒伤 这个就别暴晒了 这个再就放到这边 放个半阴的地方 他一早一晚能晒在这就行了 这个该加肥了 这个时候可以给他加肥料的 要不然很多花手就养着养着时间长了 尤其是这种修剪完干什么的 看着这 说不长牙子不长翼 这个肥料啊 我建议大家养朋友的时候 你可以用粪肥或者用一些个缓吃肥 缓吃肥的用耍他有很多 一个是这样 你挖个钩啊 挖个挖个面什么的 你给他直接 直接撒他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直接撒 我这个人就比较懒 我喜欢直接撒 就直接这样撒上就行了 我是比较懒 你们自己看得来 正常该浇水就行 这个是我们家小灰 就这么笨的一个人 就随便挖个口 正常就能活 对吧 你还得念经 你们要是再有养花养不活的 你让我们家小灰给你念念经 好吧 挖个坑 买个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别人没啥了 这养花难吗小灰 你干得干快一年了 觉得难不难 听那句老话说的好吧 就十年男学生 已经一年就学个庄家汉 养花很简单 不是 就点个赞 有其他养花的问题 或者要寄养的臭包 就直接适应后台就好了 那句话 老花一寄养是不收费的 老花一很清廉的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难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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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